所以現在是楊代鋼打點的機會 對 這樣的劇本是比較好 今天首打席是站著遭到三陣 這個時候看楊代鋼能不能更積極一點 第一個球就是走內角的一個訴求 楊代鋼在去年 火腿隊出賽了130場比賽 繳出了兩層93打 中間方向傳出一支安打 楊代鋼這支安打回來第一分 看看第二分現在也回來了 楊代鋼在巨人隊的第一支安打 就是一支帶有兩分打點的安打 真的在這次回來之後 這樣能夠在很短的時間 能夠對球隊相當大的一個貢獻 這個就是巨人巨人花大把的鈔票 的原因之一就在這裡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球 中間紅中的位置進來 楊代鋼沒有放過 一棒揮出去穿過中間方向 這是一支帶有兩分打點的一雷安打 這個就是楊代鋼的一個能力 這個半局楊代鋼在一出局 二三雷有人情況之下 敲出了他上一軍的第一支安打 帶有兩分的打點 巨人2比0你先吸武